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幅图 这幅图表示个日时的变化过程 我们来看 首先是一个太阳 出现一个物体挡住了太阳光 这个物体挡住太阳光的过程 它是有变化的 有的时候挡得多一点 有的时候挡得少一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 是因为这个物体是在运动着的 这个运动的物体它是什么形状的 我们看到 当它全部挡上太阳的时候 什么形状呢 是一个女巾挡 好像说这个物体是一个球形的物体 对吧 还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比如说这个物体之所以能挡到太阳光 我们知道三点乘一线 对吧 那么这个物体必然就是太阳 还有我地球 还有这个物体中间是一条直线的时候 它才有可能把太阳光给挡住 这个就是日时的几个特点 好 我们用文字来整理一下 那么日时什么特点呢 它有四个特点 首先我们知道了 太阳被物体给挡住了 对吧 第二个 这个挡光的物体 它是圆形或者是球形的 就说它是一个球形的物体 第三个呀 挡光的物体 它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 对吧 刚开始挡 刚开始不挡 后来到挡 然后挡完了之后 再后来变成再到不挡 说明它是运动的 还有地球 这个挡光的物体 还有太阳 差不多是在同一条直线上 那么我们好了 现在就根据日时发生的这几个特点 来推断一下 和大家试想一下 这个日时是怎么发生的 李老师在这里 给大家实际的演示一下 日时是怎么发生的 好吧 首先李老师脑袋还是地球 对吧 这个呢 是太阳 实际是一个橙子 还有呢 李老师 始终离不开这个道具 主机弹 这个主机弹呢 我们把它想象成是月亮 为什么想象成月亮呢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三个 太阳 地球 月亮 三只时间的关系 现在呀 我们有个太阳 有个要神脑袋地球 那么剩下一个 必然就是月亮 我们来看一看 月亮运行到什么地方 还为什么说运行呢 刚才说了 月亮会绕着地球 是吧 会绕着我这个脑袋 哎 怎么着 不断的发生弓转 对吧 看看 月亮运行到什么地方的时候 会发生挡住太阳的现象 首先 这边有太阳了 是吧 我脑袋是地球 那么 必然中间有一个挡光的物体 这个挡光的物体啊 就是月球了 我们看月球运行到什么地方的时候 它会挡住我的视线 让我看不着这个橙子 还有这个太阳 如果啊 它运行的很高 哎 那我的视线不会挡住吧 对吧 如果运行很低呢 视线也不会挡住 就是啊 刚才我们总结的 运行到一个直线上啊 一个实线上 这个时候 要是啊 这个睁眼闭眼啊 看一看 哦 哎 它就挡住了 而有的时候呢 哎 哎 它只挡住了一部分 有的时候啊 它就挡住了中间这一部分 有的时候啊 它全都挡住了 对吧 它有什么特点呢 哦 这个月球啊 它会挡在 哎 我的视线上 让我啊 看不着太阳 啊 那么我们就来总结到了 啊 这个时候 这个月球啊 它的位置是在什么位置上呢 啊 太阳 地球 月亮 哦 月亮啊 是在太阳和地球之间形成一条直线 这个时候 它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日时现象 啊 好 我们再来说一说日时的成因 啊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什么样子呢 啊 这个地方啊 是月亮 是吧 月亮 我们知道 它反射太阳光 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 它反射太阳光 是哪一帮呢 啊 这么一些 是这一帮反射太阳光 而这一帮呢 我们用这个斜线来表示 它是阴影 是吧 月球的阴影 我们知道 光是眼直见传播的 对吧 这个时候啊 这个月球啊 会有一道阴影 我们叫做月影 月球的影子 叫做月影 月影呢 会有一道阴影 投在这个地球上 而这个时候啊 如果找一个小人 是吧 他正好啊 站在这个阴影里头 他就会觉得怎么样呢 像钥匙的眼睛一样 他就会觉得啊 哎 月球啊 本来我是能看太阳光的 哎 月球 等 挡波 挡住了之后啊 我就看不见太阳光了 哎 有的时候 我全挡住了 全都看不见了 然后啊 又就再运动运动运动 哎 就像牵狗一样 哎 他就把这个吃掉的太阳 一点一点给吐出来了 这个时候啊 日时啊 就逐渐的消失了 那我们知道 为什么会挡住呢 因为光是眼直线传播的 而直线传播之后 它本身有一个投影 这个投影啊 投影在我的地球上 比如说 就在这一部分 小人啊 正好在这个音响里头 他这么太阳一望 哦 太阳光被挡住了啊 太阳啊 就看不见了 这个时候就发生日时了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 日时的发生成因是什么 啊 日时的成因啊 就是这个 什么呢 来看一下 啊 月球围绕着 是吧 月球围绕着 我的地球在转 包括地球呢 哎 又在围绕着 这个太阳在转 当月球 位于太阳和我地球之间 乘一条直线的时候 怎么样 直线 乘一条直线的时候 这个时候 月球的影子 刚才我们说了 月影 就会投影在这个地球上 对吧 因为任何一个物体 我们放这一放 它背后都有一个影子 是吧 没有影子是什么 啊 夏同学 没有影子就变成鬼魂了 对吧 他都会投影在这个地球上 而处在月影里头的这个人呢 我们这时候再来看 啊 他处在 我 我处在这个 这个鸡蛋反射到这个影子之内 我这个时候 左眼一睁 一看啊 右眼一睁 一看 对吧 哦 我就看不见太阳了 这个时候啊 由于被月球挡住了视线 因此啊 就会看不见太阳 或者是只能看见太阳的一部分 这个时候啊 就会发生了 日时了 三点乘一线 月球挡中间 这个时候就会发生日时 是吧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好 看完了日时 我们再来说一说啊 日时的三种类型 三种主要类型 哎 日时都有什么样的类型 我们说了 日时啊 有的时候 什么样子呢 哦 哎 全都看不见 有的时候呢 哎 看这个一部分 是吧 还有的时候啊 哦 哎 哎 他的中心 太阳中心被挡住了 比方说呢 还有一个光圈 也就是说 这个月球啊 没有完全的把太阳给挡住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月球太小了嘛 没法把太阳全都给挡住 这个呀 就是啊 日时的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个类型呢 是这个样子 全挡住了 全挡住的是什么呢 我们叫做 日全时 全时呢 全部都给挡住了 这个时候 月球挡住了 全部的太阳光 哎 就会发生日全时 有日全时啊 就有日偏时 什么叫偏时呢 哎 这个偏时啊 可不是挑时 哎 月球只是太阳这一块 不是太阳那一块 它只挡住了太阳的一部分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 哎 有一段弧线 这个弧线啊 是月球在这 对吧 我们只是可以知道 啊 通过这个弧线 就可以判断出 哎 月球的形状了 是吧 月球啊 是一个球形的 这个时候我们说 月球只挡住了 一部分的太阳光 挡住了一部分太阳光 这个时候 就会发生日偏时 还有一种呢 是挡住了中心太阳光 挡住中心太阳光 我们叫什么 叫做日中心时 哎 有些人说 在这里啊 地理学家给它起的名字 不叫日中心时 叫做日环时 你叫日环时呢 可以看到 哎 边上还是亮着的 中心里挡住了 哎 叫做日环时 哎 中间那个环 还有一个亮环 所以啊 我们叫做日环时 哎 他有一个亮环 叫做日环时 好了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日时成音 啊 三点成音线月球在中间 就会发生日时了